我们对于水果的认识可能不多 在市场上所卖的都是我们从小到大常常见到的品种 但在世界各地还存在着许多怪模怪样却又很好吃的果实 今天我介绍是为你带来极度古怪的奇特水果 巧克力藤是一种爬藤植物 其花朵能散发出巧克力和香草的味道 而它的果实叫做木通果又叫通草果或八月果 木通果原产于日本韩国及中国是一种季节性的水果 在每一年的五月开花八月结果 木通果有分为紫色及褐色皮两种 其果肉是乳白色的味道有点复杂 类似综合了香蕉白香果和荔枝的味道 有时候可以很香甜可口 有时候则会比较平淡无味 木通果的果肉其实不多 因为果内布满了黑色种子 与石榴有点相似 巧克力藤和果实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用处 果肉可以食用也可以酿酒 制成果酱及饮料 种子则可以生产肥皂 外皮可以炒成小菜 藤能够制造手工藤栏 叶子也可以做成茶叶 龟背竹的果实叫做龟背竹果或凤梨椒 开花之后需要等待长达18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吃 凤梨椒被形容成是香蕉和凤梨的合成品 其形状、果肉及口感都像香蕉 而外皮长得像凤梨 排列着非常整齐的纹路鳞片 可以一颗颗剥落下来 有些人看到会因为密集恐惧症而觉得恶心 凤梨椒闻起来有强烈的凤梨味 味道却综合了凤梨和香蕉的酸与甜 它在成熟之后才可以被食用 但必须避免吃到里面的心 因为有麻醉的功效 在摘彩的时候也必须小心龟背竹的毒液 因为它会刺激到皮肤红肿及恒养 不熟的凤梨椒具有强烈的毒性 吃了后喉咙会有被火烧的感觉 嘴巴和舌头也都会麻掉 凤梨椒原产于墨西哥及南方的日带雨林地带 当地居民称它为神仙赐下的莓果 香蕉百香果是一种攀藤植物的果实 源自于南美洲 是一个香蕉形状的百香果 也长得有点像芒果 它的果肉鲜甜多汁 散发出香蕉、芒果、柳橙等多种水果的浓厚香味 富有非常高的营养值 其种子也可以使用 但有些苦涩 味道鲜美的香蕉百香果 可以被制成果酱、甜品、冰淇淋、鸡尾酒和不同的果汁 香蕉百香果全年都可以种植 适应能力强、耐寒而且容易达力 只需要充足的阳光就可以开花结果数次 它在几年前被列为可食用的新品种水果 在短时间内就受到大众的喜爱 许多人都在计划开始大量培植香蕉百香果 以创造一个新的商机 毕鲁超级水果是一种棕榈棵植植物的果实 没有一个中文的统称赤湖果是水果的学名 原产自亚马逊日带雨林地区 橢圆形的赤湖果有着深红色的鳞状外皮 里面的果肉则是鲜艳的黄色 但只有薄薄的一层 需要刮下来才可以食用 它非常好吃又有营养 味道与胡萝卜相似 赤湖果被证实为含有最多的 维他命A级高活性液黄酮 液黄酮也可以保持身体皮肤年轻润滑 最重要是可以预防女性疾病 赤湖果大受欢迎因此无法供应需求量 导致当地人民都面临着水果短缺的问题 灵头又称为露豆树 是台湾家喻户晓的园艺植物 常常在海边可以看到 当年因为灵头节的故事 让大家对灵头蒙上一层阴影 不敢靠近 树上的灵头果因为长得很像凤梨 被当地居民叫做长在树上的凤梨 它是一个球形聚合果 由大约80至100个合果组成 成熟的时候果实从绿色转向橘红色 会因为太重而逐渐下垂 因此核果会粒粒脱落 这果实原产于澳洲及夏威夷等地区 但也可以在台湾蓝宇找得到 特别是在5-6月灵头果盛产的期间 灵头果吃上去的味道像地瓜及甘蔗 蓝宇人喜欢用它组成消暑解渴的清凉饮料 具有预防弹尿病痛风及降血压的功效 还没成熟的果实外层有很多纤维物质 可以拿来当天然牙线 你是否也有品尝过影片中的水果呢? 记得在以下留言分享你的体验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下次我们会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拜拜 记得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